距离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不到150天 截至目前晋博会企业商业展签约展览面积已超过规划面积的90% 为了能够更好的和采购商们进行对接 6月6日品晋博逛果展赏灯会主题活动热闹开始 来自美国 德国 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家及地区的果蔬 大米 酒水 乳制品等商品亮相果展集市 消费者们不仅能现场试吃还能获得免费派送的礼物 我们特意带来两款我们的明星产品是北海道的大米 这是第一次晋博商品以那个集市的形式来展示和销售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直接和消费者做面对面的交流 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消费者需求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更优质的产品带到中国市场 第三届晋博会将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 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非议项目将同台竞技吸引全球目光 国展集市在6号 7号和13号 14号两个周末举办共4天 同时晋博会开幕式的主会场和迎宾厅国家会议中心也向居民开放 观众可以通过VR全景技术在线回顾往届晋博会的精彩瞬间 据介绍截至目前第三届晋博会企业商业展签约展览面积已超过规划面积的90% 部分展区已趋于饱和甚至一味难求